因为他看到尤里不是纯粹的坏 之后纳诺在他们的电脑里发现了一些邪恶的视频 其中也包括尤里的 纳诺也终于知道尤里言听计从的原因 所有的真相在这一刻也残酷地揭露了出来 之前纳诺找尤里一起合作 准备一起惩罚这些罪人 但对于尤里来说 纳诺只是复仇计划中的一部分 不过从尤里第一次谋划报复的事情就能看出 他做实现考虑 虽然大家在尤里的电脑里发现了一些邪恶的视频 他仇得报 却也让自己淹死在浴缸中 纳诺这次审判 让有罪的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他对尤里却不好下最后的定义 所以复活了尤里 可是尤里却一直让纳诺在失望 做事还是那么急躁 总是喜欢轻易给别人下定义 也觉得惩罚的结果只有死亡之一条路 让这场游戏变得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变得索然无味 就像纳诺将目标锁定在新学校的迎新晚会上 面对气压新生的学长 纳诺一次次挑衅学长 看学长能够做出多么过分的事情 起初尤里还是在配合一切 都按照纳诺的节奏来 但很快尤里觉得纳诺对学长的惩罚不够 也觉得这样的进度太慢了 甚至杀了一条狗 嫁祸给学长 让学长被新生们群起而攻之 最后落下残死水中的结果 他本人居然还在纳诺的面前炫耀 觉得自己超越了纳诺 而他想取代纳诺的这颗种子 也开始在心里埋了下来 在第六集的尤里则更加过分 在一所只剩下黑白 学生只能听命于老师的学校 纳诺不断在挑战老师的容忍度 落得一个舌头都被拔掉的下场 他一次次的打破规则 却一次次成为规则的牺牲者 可是这些对于尤里来说太磨叽了 所以干脆把纳诺推下楼 伪造成是老师推下去的 引起了学生们的动乱 将这件事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 之后让学生们陷入到误杀老师的恐惧中 而当校长拿出枪支对准尤里的时候 尤里明显慌了 最后还不是纳诺收拾了这些烂摊子 他将尤里绑在小黑屋 和那些老师们关在一起 想要尤里好好反省反省 但尤里并没有反省自己 而是更加深了 要取代纳诺的那颗蠢蠢欲动的心 再到后来 纳诺因为珍妮只是说了一些孩子气的话 在父母的安排下 卖了一些三无产品 就受到了严重的惩罚 让他沦为杀人犯 让他被父母遗忘 正如珍妮所说 他错到这种程度 要受到这样的惩罚吗 这样纳诺开始不禁怀疑自己的审判 有意思的是 尤里这次看到纳诺的迟疑 觉得自己更加有把握结束纳诺的时代 就这样在纳诺再次误判的时候 尤里不动声色的和真正有罪的那个人联手 眼看着纳诺 被想维护自己孩子的母亲 用刀捅死在血泊中 尤里在一旁止不住的狂窍 并正式对着纳诺的尸体说 他的时代结束了 我已经没捡成了 你还没捡成了 然后你还是在装成了 且能够于